可以看到我们的手柄的安装已经安装好了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3R手柄 然后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安装好 拔下拔手柄的时候呢 摁住这个红色的按钮 轻轻的拔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安装的时候插好就行 对好 轻轻的装好就行了 好听到这一声就是说 已经装好了 然后CETIT还有这一个是复级板 都是这样子安装和插板 好 装好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手工作头 我们这台仪器呢 总共是标配了三个 三个型号的IT工作头 这一个呢 是大号 大号工作头 可以用于做面积比较大的护理部位 比如我们的腹部腰部还有背部都可以 第二个型号是我们的中号 中号工作头 然后还有一个小号的工作头 小号工作头 可以用来做面积比较小 比如手臂 我们的 我们的 就是 拜拜肉 那个位置都可以 然后这上面还有三个黑色的工作头 它是CET工作头 CET作用于浅层 这个是大号头 这一个是中号头 还有一个小号头 在这里 小号头 那么CET的小号头 由于它作用的是浅层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小号头来操作面部 中号和大号可以用来操作身体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下面一排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三阿手柄 就是这一个手柄 它有两个工作头 两个工作头 这一个是大的工作头 轻轻地把它装好就行了 好 这就已经装好了 好 拔掉轻轻地拔掉就行了 好的 还有一个小号的 小号的工作头 可以操作比较小的部位 比如说像脖后颈 肩颈 这些都可以 大号的可以用来操作背部和腹部 好的 然后还可以看到 我们会标配三个保护盖 这个保护盖呢 是先放在我们的手柄上面 先放在我们的手柄上面 这个先放在手柄上面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样就是轻轻地 这样放上去就好了 那这个保护盖呢 它主要是为了可以保护我们手柄这里面的一个摩擦 减少它一个损耗 好 根据不同的工作头来选不同的型号的保护盖 好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还有配了两种电极片 客户可以选配两种 那么 像这一种就是我们的硬的一个电极片 可以用来贴于我们的腰下 当我们操作腹部的时候可以用 那么当我们想要操作背部 还有就是当客户想要 坐着操作的时候呢 操作我们这个可以垫于我们的腹部上面 就是可以贴紧我们的腹部来操作它的背部 好的 那这个软性的这个电极片的操作也很简单 就把这一个直接插入这个孔 好 然后再把它合起来 就可以了 然后把我们的硬电极片把它更换下来就行 电极片就是这一个 我们现在默认擦好的是这一块硬的电极片 好的 然后我们可以开机看一下我们的界面 这一个波形是我们一切真实的一个调制波 好 这个是我们的主界面 我们点击一下 这里有 可以点击设置 有中文和英文 还可以设置日期和时间 然后我们这里可以退出 输入密码是6个0 默认是6个0 点击这个按键可以修改密码 我们现在就直接输入6个0 好 然后点击进入 点击进入就可以很清晰的 可以看到我们总共有三个手柄的功能 第一个是 第一个就是IT 这里是IT 第二个是CET 第三个它是三个金属小球 这个代表的就是3R工作头 也就是这一个工作头 好的 然后我们先讲IT IT的话它是有分 默认是调制深度是深层 然后还有中层和浅层 默认就是深层 调制强度最低是1 最高可以到10 调制强度 调制强度是根据客户的承受力去调节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设置温度 设置温度的话 我们默认是317 我们可以把它调到45度 那实时温度呢 就是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工作头的输出会检测到我们的实时温度 它会变化 假设我们设置的是45度 那么当实时温度接近或达到 达到45度的时候 这个实时温度的数字会变成红色 来提示我们温度已经达到了 然后下面这一个是时间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默认时间是30分钟 默认时间是30分钟 我们建议单次操作是30分钟 30分钟到40分钟 好 然后这个屏幕 屏幕即可呢 下面这个键就是启动 好 和暂停的 那我们也可以按屏幕的这个键 按这个键也是启动 然后按这个键就暂停 都可以根据习惯来选择 可以选择按这个键 或者是按上面屏幕这边的触屏键都可以 好的 然后我们再讲第二个CET 当我们点到CET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CET的话 它就有一个强度的设置 那强度也是最低是V 最高是10 点这个 箭头就可以选择调节了 设置温度也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把设置温度调到45度 时间也是 也是默认30分钟 点击启动 按这个键 点击暂停 按上面这个暂停键 好 下一个工作头是 我们的3R头 3R头 然后这里也是有一个强度的设置 强度最低是1 最高的话也是10 最高的话也是10 然后呢 速度 速度的话 它有五个速度 速度1是最慢 速度5是最快 可以 按照3或者4的速度 给客户操作 强度的话 我们建议的话 是用3或者4开始 好 时间也是默认30分钟 可以不用更改 这里有一个灯光 可以关闭 这个就是开启 这个灯光 就是一个照亮的灯 全程速度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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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